哈喽,大家好,我是薛强,同事带了两把玩具枪,让我帮忙看一下,咱们看看吧 他电话里说是一个线筹掉了,让我帮他焊一下,我说那好啊,拿过来吧 拿过来之后,直接说这个东西里边有个,他自己拆过了,里边弹簧好像也掉了 然后放这就走了,我一看呢,他这个螺丝啊,有一大半都没上 所以说这种修起来就比较麻烦 这个好像不用拆 这有电池 都没螺丝啊 这不会吧,螺丝都,这一个螺丝 拆开了是掉个线头,但这个线头应该往哪儿焊呢 他应该少个东西,他自己拆手把它弄掉了,应该是 应该有个弹簧 咱们通上电啊,试一下 看我通上4.5V的电啊,咱们试一下 但是他这里边的掉那个东西不见了 所以说这不好修啊,电路倒没问题,是这个线头掉了 但是应该还有个东西 来试试 这火力挺猛啊 打开另一个啊,看看哪个好修 把它修好一个,看能不能拼一下 拼好一个也行 这个他两个枪差不多 这个里边我看到不光这一个线头断了,断了好多个线头 看通上电,他只是这个灯亮 看来这个比较严重啊 准备修,第一次拆开那个,把它这个 弹簧,它的弹簧还不合适,我又改装了一下,把它夹一下 再试试 就这样给他凑合上啊 这个两个扳机不一样 这个弹簧也不一样 我先是在这儿给他折了一下 然后呢 这个线呢,以前焊在这儿,这儿的话你这样动 他这个线头来回动,它容易断,我又把它改到前面去了 然后这块呢,也不够长,它俩接触不到嘛 然后我又加了一个,用这个 回星针,又折了一个这个这个碗 放着,这样的话它能接触住了 然后是装壳 它这个就一个螺丝啊,我把另一个 上面的螺丝也装这上 其实它那个弹簧不丢的话 就是垫了些焊一下就行了 但是这个呢,让我改了很长时间 很好,给人家修好一个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拜拜